我在看這齣電影之前 其實我已經預計出這齣電影是爛的 因為你看他的電影 片頭 你都已經感覺到 那種爛的味道 你都已經感覺到 但我想像不到 已經打定底 做足心理準備 但現在我跟大家報告 我覺得這齣電影是難過 人人都覺得是爛片的殺人犯 我覺得這齣電影絕對是爛過殺人犯 Hands down 我覺得是沒有爭議 我覺得這個判斷 殺人犯 其實他大半齣電影都是OK的 只不過他那個Ending 他最後的四分之一 是爛得太過緊要 已經去到令人發笑的地步 有太多很突出的騎尼位 在那齣電影最後 完全破壞了整齣電影的觀感 所以我都覺得那齣電影是爛電影 但我不會說它是由頭爛到尾 但是這齣電影 我覺得真的是一齣電影 那種感覺是什麽呢 每隔幾年 那些高登、論壇、Facebook都有 那當然是 久不久會有些人鋪回 那些印度片 也不是舊的 也比較近期的 但是他會拍他們 有印度版的超人 印度版的蒙面超人 印度版的James Bond 他勉強去拍一些特技 又或者是特別效果出來 然後弄得很疼 然後大家一起笑 這齣電影 過了沒有幾年 就會有些外國人 甚至是印度人 你知道嗎 把這齣電影出來 恥笑 是那種這樣的感覺 是那種這樣的程度 這齣電影的故事 就是講三國無雙 他不是講一個三國的故事 他是真的講 他真的用那個遊戲機 那個 那個風來拍出電影 在這方面我是沒有問題的 我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搞到 誇張些 例如 裡面的一些角色 例如他會出絕招 然後一隻矛 一發 或者那把刀一發 然後他會有些東西飆出來 飛出來 我覺得那些是全部都OK的 如果他是用那個遊戲機 那個世界 即是作為一個世界觀 然後拿來拍一出的電影 然後他拍得很誇張 很離譜的 我覺得是OK的 即是他 再離譜都OK 即是他甚至乎可以拍到 例如張飛 即是他的眼睛 懂得射激光 又或者關羽 即是他發生氣的時候 他會變紅色 然後變得很大隻 情緒失控 OK 或是他會把他扔盾牌出來 全部都OK 又或者曹操 他有錢仔 之後 他有鐵鴿 I'm Fine OK 我全部都OK 我稍後才講的故事就是三個故事 所以我對這齣電影 其實我是很準備好 我在心理上已經做好心理準備 他的造型很誇張 我可以接受 他的動作、絕招設定很誇張 I'm ready for it 但有一個底線 他要用很多特別效果是可以的 但那些特別效果要好看才行 但我覺得這齣電影 如果是講角色演員 那些是沒什麼好看的 如果是講看外表 古天樂他做女報的樣子已經算是比較好 其他那些是一般的 我覺得比較惡劣是張飛比較惡劣 因為那個演員不是一個大隻佬 他演得他很大隻 但不是他的身體扮大隻 而是他的肚腩弄得很大 但你看上去那個感覺 他的樣子和他的身體完全不合 然後他的肚腩純粹是一個啤酒套 你完全看不到他是一個大隻佬 那樣子 那樣子不可以 但無論如何 我覺得是 在視差彈的情況下 我覺得那些演員是可以接受 我覺得沒有哪一個特別突出 但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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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那個故事 就是 三國的故事 但有很多位置 令到 神化一點 那樣子 因為 因為這些三國的故事 其實已經是拍過很多次 所以 我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好談論 但是 我唯一想說 就是 我覺得這齣戲 因為你看之前 他一齣電影 他可以拍到多少故事 你都預料他的故事 一定不是整個三國都拍完 但是 你知道他當然要在某個位置 停 那樣子 故事一定是拍不完的 但是 即是 即是 在這個 認知之下 即是 我都覺得這齣戲 停在那個位置 好像 好像沒有尾 即是 好像 很 不滿意 即是 即是 他在那裡完 然後 那個感覺就是 剛才我在那裡看 究竟我看了這些 我明白他的故事 一定是 說不完 但是你都不要 完 到這樣 好像 好像 很沒有結尾 他都可以有 多一點 擺多點心思 選擇一個 比較合適的位置 去完 即是 Assistance 我覺得 是很古怪 即是 看完之後 我覺得 即是 是不是我要看下集 這樣 但是 為什麼我會想看下集 哈哈哈哈 這齣戲叫做真三角無雙 下一集是假三角無雙 真的 我不知道 所以 我覺得 但是這幾方面 都不是特別差 但是我覺得這齣戲 最差 令我覺得這齣戲 很難 就是那些特技 因為這齣戲 理論上 你又覺得他是等半 他又不是一無是處 例如他有些景 各方面 即是有些實景 真實的景 他都有心機拍 即是他有些實景 是拍得好看的 但是 但是 往往 一些好看的東西 然後 他就混合一些 他是大量使用那些 special effect 然後那些special effect 做得很厲害 真的連好的畫面都破壞了 真的不是開玩笑 OK 當然有很多動作 本來已經不是拍得好看 然後再加上那些好看的 那些special effect 簡直是搞到整件事 根本上是不看得 OK 即是變成像我剛才說的 好像那些 印度難片 完全百分百 就是那種feel 例如 但是 有一些 拍攝景 其實都拍得好看 但是 都會破壞 例如 他有一個位 我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他拍攝一個 山的地方 然後 那裡有一個山洞 裡面 那裡有些人在開會 在那裡聊一些東西 OK 他就好像很厲害 航拍 然後在那個山 一邊飄過去 然後 然後 好像 走進那個山洞 一邊 zoom in 走到那個山洞 然後 整班人在那裡聊天 但是 他不是 真的 走進那個山洞 然後 那些山洞裡面 有些人聊天 但是 那裡有個山洞 OK 他的畫面 慢慢飄近 然後 他用電腦特技 鍵 一班人在那裡開會 畫面 到那個山洞 那裡 好像 有種感覺 好像 走進那個山洞 然後 直接 看到一班人在那裡開會 想你有個這樣的錯覺 但是 你的special effect 怎麼會有任何錯覺 怎麼會有任何錯覺 怎麼回想起都很好笑 真的 哈哈哈哈 Sorry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Sorry 真的要看過這件事 哈哈哈哈 有些事情 我真的 我真的不太清楚 究竟他是 不小心 還是故意 例如 劉關章 他們最初出現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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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那個導演 他怕死人 不知道那個是劉備 不知道那個是關羽 不知道那個是張飛 那樣 他會在畫面那裡 寫關雲牆 然後張逸得 好像是 張飛 好像是 張逸得 那些字 他寫到 龍飛鳳舞 然後有一部分 是有紅色 我真的很記得 我記得好像 我記得好像是 關羽和張飛 他那個 紅色的筆畫 你一看下去 就是個賊字 真是 我不是開玩笑 你可以按回去看 哈哈哈哈 在電影比較開頭 關羽和張飛出的時候 他的名字 出現的時候 我什麼都看不到 我只看到賊字 真是 阿拉伯數目 自賊字 哈哈哈哈 究竟是故意的 所以我 我應是去到 我都分不清的地步 但是 這齣電影是 扔本的 我看的新聞 他不知道 扔了幾千萬 很扔本去做 那些 那些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 而且 雖然你說 他用一個 那些 遊戲機來做藍本 畫面上 呈現上 要誇張一點 厲害一點 但是 在你做後期的時候 當你 感覺到 那些 動畫水準 CGI水準 他 不成功的時候 你補回真實的動作 去交代 他就算了 是不是 那些 港產片 又或者是 大陸片 那些 那些動作 拍出來 都是有水準 都是OK的 為什麼要搞到這樣 我真的不明白 你知道嗎 我真的 我真的不明白 真的很離譜 很噁心 那些 CGI 好肉酸 真是 不是開玩笑 知道嗎 真的很 很離譜 很離譜 It's ridiculous 我覺得 我覺得是很無言 我不明白這齣戲 為何會 我不明白 為何會搞到這樣 OK 這齣戲 我希望 他說 合拍片 那樣 麻煩 如果我可以的話 我可不可以 只能把這齣戲 算是 大陸獨力 全拍 不要 沾過來 麻煩 OK 我希望 不要在 Netflix 那些 第一 找Hong Kong Movie 然後有這齣戲 但應該是很難避免 Oh fuck Anyway 這齣戲 我給的評分是D 我覺得是下載到廢 我覺得這齣戲 真的難編 不是開玩笑 我覺得很離譜 謝謝 我 我可以 我可以 感谢观看